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上乾坤 悔誓言字 无人闻 一阵荒凉 几缕缘魂 雨滴吹来 心事沉 白首共鸣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雨滴吹来 心事沉 白首共鸣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我能够你ạnh 我能够你 你快慢 林雄遍地 串卫 林雄遍地 串卫 那香港人 你姑娘 要开山 我都能够你 好 你是如何 在我的手上 爹 我们真的要厚着脸皮 受这份礼貌 虽说是有些受之有愧 但我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的 再说 这磁庄有今天这样的兴隆 跟你爹忙里忙外 也是分不开的 我告诉你 我答应过邱燕 报仇之事 我是一定会想办法的 还报仇呢 看您这段时间和高云飞打的火热 这罗家的事 早就泡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说你蠢人说蠢话吧 你要说打打杀杀 就你手下的十几个比你爹能强 所以我告诉你 要忍 要斗志 你懂吗 斗志 怎么个斗法 老爷 玉兰瓷庄庄主求见 金飞 你先回避一下 高老板 你这真是大驾光临啊 吴老板 我是来恭喜你的 听说罗秋燕去了南洋 那以后这青云堂的当家就是你了 哪里哪里 请坐 高老板 应该这么说 往后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和高老板合作 哪里哪里哪里 最近高某也是时运不济 搞得灰头土脸的 这对你来说不就掉了几根杂毛吗 玉兰还在青山不倒 再加上云南的金矿绿水长流啊 你高老板还担心什么呀 吴老板真会说笑话 我高某最近还真需要一笔现金 来搞定即将到手的这批军火 要不然我也不会把这个惹祸上身的买卖搞得这么大 这倒是个难题啊 不管是惹祸上身还是人家落井下石 这件事情我倒要劝你好好想想啊 吴老板 我听你刚才这话的意思 你好像知道谁在背后把我卖了 哼哼 哼哼 为什么 谢谢我 探出 texture Room 说 这封现实怎么回事 你得告诉我 这封现实怎么回事 小紫云 你是这个世界上 我最相信的人 如果这是真的 我应该相信谁 你得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你把我的销售坏了 我以后怎么吹啊 你不要跟我装杀 你不要是我 告诉我 谁让你做的 是不是小沙虎 我要把他的皮扒掉 是不是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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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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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彦 你得的是疯病 什么样的药 都没有用 只有用这个 你相信我 我要让你忘掉所有的痛苦 听话 子彦 不管你做了任何傻事和错事 我都不会记着 不管你到天堂还是到地狱 我高云飞都会陪着你 到哪儿我都陪着你 我会让你来 我来转发 你来转发 真是太好了 树木居然如此之大 看来啊 广州城多处的走私网点 已经被我们拿下了 这次你姐姐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 怎么了小茶壶 你不开心吗 你不觉得这样一来 她的危险就更大了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也别回去了 我们干脆想个办法 把你的姐姐救出来 不 现在不是时候 他们的武器马上就要靠岸了 难道你不想趁此机会召集队伍 对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你忙打劲吗 当然想 不过 没什么不过 没什么不过 但你姐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是最合适去做的 如果不能报杀父杀母之仇 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还有我姐姐 我要让她亲眼看到 让她那么痛苦的人 折磨她对你 得到应有的下场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我和佟医生正在这儿给紫云看病呢 紫云最近恢复得不错 小炸胡 今天你要跟我出去一趟 去哪里 去老宅 找我大哥商量商团的事情 商团的事情 你不是不让我管的吗 我也就只是那么随便一说 最近有一批枪要到了 我要去和我大哥谈一谈 怎么接收 怎么放 你也知道 我对我大哥不放心 我担心他的脑子不够用 再说了 金矿的钱马上到广州 我还打算给你多分一点呢 好吧 那我们去吧 我就不跟你们去了 你们忙吧 佟医生怎么能不去呢 我还指望你给我大哥看病呢 紫云 你在家好好待着 按时吃药 阿弟啊 我正有事要找你呢 什么事啊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陈老板有消息来 说军政府已经下发了 枪械进口的许可证 但有效期才三个月 运武器 大哥 今天中午吃什么呀 我想到厨房去看看 童医生 先喝茶吧 谢谢 坐 运武器的船已经出发 四五天里到广州 向老板 你们的事跟我无关 我能先走了吗 童医生 你能不能走 不是我说了算的 要等高云飞来决定 你怎么了 心生不宁的 向老板 我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呢 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了 少爷 少爷不知道听了什么谗言 他 他又给太太喂鸦片了 太太彻底没救了 你说什么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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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狗云海 你是个混蛋 狗云飞在哪儿 他在等你 高云飞 你怎么这么无情啊 高云飞 你说你为什么 想救我姐姐 你说啊 你这话说的也太不对了吧 是我无情吗 应该说是你姐姐无意 知道吗 这是你姐姐亲手写的 她亲手写给罗秋燕的 她想让我倾家荡产 让我死 知道吗 我和你过去的账可以一笔勾销 我也可以帮助你发财 但是你姐姐现在这样对我这是为什么 才让我非常非常心寒 我还应该怎样相信你们姐弟 你姐姐 想毁掉我 你想算计我 你们不想为这付出代价吗 就算她出卖你又怎么样了 你不想想你是怎么对她的 你怎么对她的 我告诉你 就算把你千刀问过 那也不过分 你的嘴可真硬 也算是一条汉子 那我今天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我高云飞如果想杀谁 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动过你姐姐一根手指她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杀她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我对她一直有感情 我还让她这样活着 难道你觉得我还不宽容是吗 你把她杀了倒也算了 你现在让她生不如死 高云飞 你是个畜生 还有一个 你们俩都是畜生 都是畜生 我看你今天是心情不好 你好好想明白了再说吧 咱们走 高老板 你放了我吧 你要放了我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一个今天的大秘密 是关于 谁想耍什么花招 陈老板催咱们准备枪款 好让枪支顺利登案 你刚才为什么急着要杀那个佟医生啊 有那个必要吗 他太恶毒了 在你身边掩藏了那么多日子 我实在是气愤不过 那你也得让他把话说完了再杀他 这是规矩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担心他要说什么 我跟他非亲非故 我 我担心什么呀 我完全是为了帮助你除去这个隐患呢 阿弟啊 我我我对天发誓天地良心呢 如果我有什么私心 我我天打五雷轰 天辉以后把佟医生的尸体扔到江里去 关于那个小茶壶 先把它关着 也许我还有用 好听你的 阿弟啊 至于那笔枪款 小茶壶现在被我们拿着 要不我再去趟钱庄 你不用去钱庄了 我已经去查过了 一分钱都没有 那云南那边 原水解不了尽壳 现在方子汇到哪儿去 我也找不到了 如果方子汇一天不回云南 方氏换肯定不会放过我 他会到处给我使绊子 云南那儿的钱一时半会儿就进不了广州了 那不是没有办法了吗 我有办法 你就等着接枪吧 你还在睡觉 真是无忧无虑 我又没有野心男人的报复 自己开心就好了 有报复真是个坏事情 我从早上忙到现在 也不知自己在忙些什么 高老板这么忙 不会是到我这儿来午睡的吧 我就是想来这儿午睡一下 难道你不欢迎吗 你以为我的床是想睡就睡的吗 你以为我这里是红袖招吗 你以为我是那个喜欢吹销给你听的妓女吗 你这儿当然不是红袖招 这是一个家 家 一个漂亮的家 那你想通了 我想通了 有这么一个漂亮诱人的女人 我为什么想不通 高云飞你别骗我 我知道你那批枪 五天之后就要到岸了 你想要的是我的钱 不是我的人 钱我要人我也要 那你家里的青梅竹马呢 他染上了毒瘾 也许现在躲在什么地方抽大烟呢 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我舅舅呢 想要弄一批武器 刚刚给我运来了一批黄货 我呢 好像正好又缺心眼 愿意为你这个男人 去冒天大的风险 你不会白白为我冒风险的 我的黄货归你 可是你的黄货也要有我的一份 没问题 我现在真的觉得累了 我想去睡觉 那就先去躺一会儿吧 好 大 大 好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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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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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 大 1980 小哥 借我点钱吧 还借 你以为我开钱庄的呀 我正找你要钱呢 你欠的房积还有支饭钱 你打算怎么办呢 要不这样吧 先把旧账结了 回头再借给你点 你就再通融一下吧 等我有钱了我一定会还给你 少来这套 都听一百遍了 去哪儿啊 想溜啊 我这不是去找朋友 借点钱好还你吗 少来这套 我告诉你 我这店是有靠山的 欠债必还 想走 没门 就是他 欠债想逃 兄弟 我不是想逃 我是去找我爹 他有的是钱 瞎说 你的要是有钱 你还能住这种 下三烂的人爹 你带我三岁小孩啊 没有没有 我说的是真的 我爹是滇军师长方世焕 他一定会帮我还钱的 你们就放了我吧 好不好 我爹还是司令呢 今天不还钱 给哥几个你就留点东西吧 你们想留东西 你们都拿去 你们想要什么 好 我喜欢爽快的 想干吗 你们想干吗 你们想干吗 留点东西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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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云飞 高云海 你们两个王八蛋 方公子 可是我们把你从黑店里救出来的 救个屁啊 赌场就是你们开的 你们还想骗我 高云飞 你说过的 我到广州所有的账 都算在你身上 现在呢 你就为了这么一点小钱 你就砍我的手指 你还是人吗 你 你个小崽子还敢跟我叫板 我叫板怎么了 你不怕我爹 我怕你爹 我还怕你家小五一胎 你跟你小五一胎那点事我都知道 要不要我把大家叫到一起 再跟你爹谈一谈 别这样 看什么呢 还指我你爹呢 方少爷 我看他高云飞敢把我怎么样 就看他的金子想不想顺利的挖出来 就算他有范军长做后台 我爹的枪杆子也不是吃素的 是 你爹的枪杆子当然厉害了 可现在你是他笼子里的小耗子 有什么用 他饿你十天半个月的 你就没用嘛 你就被饿死了 哎呀 有钱有势也派不上用场咯 哎 或者你爹跟高云飞拉拉手指头 妥协了 那你的苦不就白吃了 这很有可能把你关押在这里当人质啊 他很有可能 一时兴起就把你给做了 哎 你自己好好想想 那我该怎么办 我要怎么样才能出去 哎 这样吧 你帮我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帮我保闭 而且要做得稳妥 来 过来 过来 我跟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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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云飞 你还真当我方氏焕是吃白饭呢 哼 我的队伍现在就在外面 你要是不马上放人 看看是我的枪款 还是姓范的手艺款 方市长 你这话就不对了 如果没有我高云飞 也许现在你良想殆尽 还在九江守着商团呢 你少跟我来这套冠冕堂皇的话 我要我的儿子 你要说你儿子有多出息 应该去问一问告状的那位武仪泰 我们家的事 自由我来管 不需要外人插手 你们的弟兄 真是让我太难堪了 我立马抄了你的家 抄我们家当然容易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那几个惹是生非的徒弟 还散在外面 如果你今天抄了我的家 那今天晚上全广州 都能知道你们家的那点事 再说了 咱们不是还要一起分黄金吗 黄金 没有我的人帮你通关 你的黄金能运到广州城 所以我今天来找你谈一谈吗 没什么好商量的 立马放人 要不放人 我马上毙了你 我告诉你方市长 现在你儿子是我大哥看着 我大哥的脾气可不好 听了你这话 他也许只能给你两句话 要么你撤人 要么要你儿子的命 方市长 一太太可以再娶 儿子只有一个 难道你想为了那点金子 让你儿子死于非命吗 你 好 我不管那么多 只要你保证紫慧的性命安全 其他的事情再商量 痛快 到底是做市长 那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你儿子到底有没有事 请 爹 站住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你的手 他的手是我的手下误会了 把他的手给斩了 但这个手下已经被我做掉了 你 我宅着你 爹 你别再回这点小事了 你跟高老板好好合作 我也好早点出去 方公子这话说得好啊 高老板 我答应说服我爹跟你好好合作 你就放了我吧 放是一定要放的 但是至少要等到 那些矿上的金子到我手里的时候 爹 那我就留下吧 爹 我有点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你过来 等等 高老板 绑一张肉票也不过如此 我现在跟我儿子说话都说不得 这么缺乏信任 今后怎么合作 高老板 我只是有一笔很重要的债务要跟我爹说 说 你们俩可以随便说 但是千万不要让小茶壶听到 请 爹 好了 那让我来送送您吧 请 高老板 有一件事情 关系到我不的前途和安危 我很想知道 方市长请讲吧 你们商团军购买的那些武器 什么时候到 我们那些武器 可都是有许可证的 哼 拉倒吧 我又不是孩子 还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您却告诉我 我的部队好有个准备 撤离啊 那我就跟您说实话吧 两天之内 我们的货船就要靠到虎门码头 方市长 那我就送到门口了 子惠 你要替我多照顾 否则的话 你和你那些黄金 都到珠江江底喂鱼去吧 这还是客气 师长你放心 我们高下的每一间房子 都是冬暖夏凉 嗯 那好 告辞 告辞 师长 我们就这么撤了 难道我们的人还不够啊 要不要让我副官多带点人过来 带个屁啊 快去 到黄埔军校找一个叫沈丹妮的 再到宝志林拜见宗师黄飞红 然后通报同一件事情 就说有个叫向剑锋 小茶壶 被关在这里了 是 怎么了小茶壶 是不是口渴了 我去帮你倒水 喂 这个时候还有心思喝水啊 我告诉你 商团军的武器 马上运到广州 有了这些武器 他们就可以盘乱 到时候军政府 也拿他们无能为力 你爹也会有灭顶之灾 不会吧 我爹既然知道了 就应该有所防范吧 他是有所防范 可是孙大帅和革命军呢 他们就倒霉了 现在军校的实力 也非同一般 如果他们拉锯起来的话 最最倒霉的 就是老百姓 你懂不懂 那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要放我出去的话 我马上跑回云南 娶个十方医太太 我再也不来广州了 喂 陈老板 高老板 深夜来访 有什么急事啊 我还是放心不下呀 来 坐 我要提醒你啊 这次武器到来的事情 可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啊 这你放心 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但陈老板不是说 哈普浩挺安全的吗 安全是不假呀 我堂兄特意选了这条悬挂 挪威国旗的丹麦轮船 就是有意识地让元帅府啊 有所顾忌 但怎么说呢 孙中山这个人 本来就反感西方势力 我怕万一有反复的话 我们不是已经领了许可证了吗 哎呀 那些都是花钱开路的瞒天过海之计呀 你知道吗 要是他们知道了这条船上 有九千来支长短枪 还有三百万发子弹的话 这倒也是 告诉你 我堂兄这次啊 算是豁出去了 他现在呢 每天跨着手枪 而且子弹都上了堂 看来 是要跟商团共存亡了 你不信 你看 现在连我每天都带着这碗毒药 陈老板 你也想的太多了 反正我高云飞 肯定会出面帮你的 好 还有件事情 听说 你和那个姓于的交际花 关系很不一般呢 只是认识而已 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说实话 听说于小姐 跟港英政府的那个间隙 关系非常好啊 你说的那个间隙叫迈克吧 没错 他神出鬼没 好像只有于小姐能找到的 好 你现在就去找于兰心 我要见迈克 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谈 现在 我猜 大哥 你一定要把里面的两人看好 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 阿弟啊 你放心走吧 要是方世焕再来惹事 我先毙了他儿子 你还是冷静一点吧 方世焕怎么说也不敢来了 我只是怕 怕谁啊 他们关在这里神不知鬼不觉的 好意把如意算盘 一手捞金子 一手拿军火 陈老板 你要找的朋友 我帮你找来了 我喜欢慷慨的朋友 可是我应酬很多 大家开门见山 好 很简单 我们从香港买的武器呢 明天一早 由哈佛号运到虎门 呃 停播地点 就选在沙角的炮台附近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这是我接到过通报 但是这宗交易 由于小姐和高老板经手 已经完成了 对对对 呃 还有一点小小的尾巴 我们认为呢 那个沙角炮台那儿 不太保险 能不能请迈克先生 帮我们联络一下 把船停泊在沙面的英法租界呢 英法租界是不参与你们中国内政的 哼 英法租界还是我们中国的呢 高老板 到目前为止 我一直把你当作一个 年轻有为的商界精英并精重 在政治方面 我认为你没有资格指教我什么 哎 别急别急 大家都别伤了和气 一切都好说嘛 哎 说实在的 这个港英政府 从一开始就介入了我们这个武器买卖 这一点 我想您应该是一清二楚的 你什么意思 你要出卖我 不不不 不敢 不敢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之间的利益 是捆绑在一起的吗 没错 现在我和云飞的利益 就是捆绑在一起的 Michael先生 你可以不帮别人 可是看在我们之前做过那么多 见不得人的交易的份上 Michael先生 千万别生气 这个谈生意嘛 难免有点分歧 再说了 我们在一起谈判不是吗 说穿了 无非就是个价格问题 来来来 我们先喝杯酒 好 是这样 你开个价 你看 你们能以什么价格接受 我可以担保 那其中的一半 属于你个人 喂 叶已深了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你跟你爹交代清楚没有 我都说了一百遍了 都是按照你教我的说的 我爹又不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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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快 快 快 放股子 把手给我 快 什么人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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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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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方 塞尼姐 太好了 你来救我 对了 告诉你件很重要的事情 明天一早在湖面 有一艘叫做哈佛号的船 会停靠在那 上面装满了武器 而且数量的星人 我们先走吧 回去再说 走吧 快走 走 走 我只能私下里 把港英政府的态度 转达给各位 只有在你部 和孙中山确实公开对立 这批货存在危险的情况下 才能允许你们博网杀面 那么这样 不是逼着我们提前摊牌吗 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界定 到时候你们可以从海上走 迅速装备两个团的兵力 就可以控制整个广州 你帮我们算得倒挺精确 但你想过没有 孙中山在海上是有军舰的 香港没有大英帝国的军舰吗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再这么唇枪舌战了 我看大家已经没有什么 根本上的矛盾了 你们可以去喝喝酒啊 云飞陪我去跳个舞吧 我今天没法陪你跳舞了 怎么了 又想起肖子云了吗 倒也不是想她 只不过我觉得 今天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我怕出事 你打死我也没有用啊 还不都是你最信任的小茶壶干的 不然她能逃吗 你没看见那些人的伸手 一看就是保之林的 小茶壶我一定要抓到你 你给我记住了 把这三具尸体给我烧了 连灰都不要留下 这件事情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都不能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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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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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月 紫月 我现在内由外患了 紫月 我现在有很多很多难过的事情 你得帮我呀 如果你不帮我就要完了 知道吗 紫月 你要让自己的病好起来 你得慢慢的好转 如果你好了 我就带你走 我们可以远走高飞 走到没有一个人能找到我们的地方 河河江冷月夜 心雨飘飘扬流泻 在相见梦才等夜 心事无人间 小小黄叶散落江边 心毁灭孤寂难眠 那一年 海草依旧 那一年 淡了乡愁 惨不透 今生的邂逅 要说从走 欲欲欢休 那一杯 恩怨情愁 那一杯 善罢甘酒 等如今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都 苦水难受 放不下的 海棠依旧 到不尽的 树苑情愁 要说从头 苦水难受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 那一杯 善罗甘酒 那一杯 善罗甘酒 那一杯 善罗甘酒